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在我的公寓楼下录这个视频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把我自己整得像一个游泳教练员 其实我挺喜欢游泳的 我们群组里面的朋友 包括我们以前那几个群 我给大家也拍过我游泳的英姿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牙缝不得了 我今天大概已经有足足一个月 超过一个月了没有录视频 那么这一个月呢 说实话有点过分了 有点昏天黑地的在金沙赌产 因为金沙赌产呢也送了好多天 应该超过一个礼拜吧 超过了一个礼拜的酒店 那住在酒店里面大家知道 有时候就 一方面呢我本身我上一个视频我就说了 我是要去这个研发测试 所谓的陷阱灾果子 这样的一个策略 所以说我要做大量的观察和测试 那么同时呢 正经白印的也得赌啊 对吧 那么从观察和测试 这两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 各占一半吧 就是我费的精力 花的时间 这上面是各占一半 那么我今天呢 那就从回答上一个视频 一些观众的留言 到回答我们群组里面的 一些朋友观众朋友 我们专门有一个观众群嘛 那么一些观众朋友 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我就从这些问题开始入手 然后呢我就 就跟大家讲一讲我这段时间的这个 我这段时间的这个 一些观察的心得 好吧 有可能这个视频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因为这个 这个谈思路这个事情 一展开以后呢 可能会稍微时间长一点 那么不感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把它关掉 或者分段听 我先回答一些二嫩子啊 一些二货啊 一些回答 这些人 你们是怎么能编那么多故事 来说我的一些事情呢 我在美国的时候呢 美国有一个 就是美国最底层的一个 一个人 他那个时候就到处编我的故事 当然了我也故意给他 放一些信息 我想 因为他底层的人嘛 底层的人呢 首先呢 他就喜欢看别人的笑话 你好他嫉妒 你不好 哎 他就开心了 所以我故意就给他一些 这些信息 哎 没想到他把它 他当成一些谣言就去发了 什么 什么 我在中国欠了几百万的债 逃到美国 还有什么 我在美国已经 嗯 我确实找他借过一包烟 我在美国已经穷到 那个 找他借烟抽 在美国因为去买烟 半夜我没烟抽 我跟他住在一个两房一厅嘛 也不是两房一厅 就是一个house里面的 人家搭出来的一个 专修的很好的一个两房一厅 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那我半夜没烟抽了嘛 我去赌场越远 超市也不开门 我就找他借一包烟 借酸喜还中华 你还要怎么样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也专门录了一个视频 就说我穷的没饭吃了 你能不能借三百块钱给我 好了 这些事情就变成 他到外面去宣扬了 对吧 为什么要找他借三百块呢 因为我要测试他啊 他跟我号称 到美国给我包吃包住的 我见到他第一眼 我跟大家说 我见到他第一眼 我就跟他说 你千万别给我包吃包住了 只要你不让我给你包吃包住 就阿弥陀佛了 好吧 那么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在新加坡目前 我的会员卡 上个礼拜给我升级 升级成他们叫拍杂金卡 我没拿下来 我就可以跟大家讲 我在新加坡 从现在开始 我吃住无忧了 吃一天二十四小时 鲍鱼龙虾 当然了你想喝白粥 吃榨菜 吃豆腐乳 二十四小时免费给你供应 所以说 我不至于在 在在在在在新加坡 穷成什么样 那些人你们怎么编故事 我在新加坡 我又陷入到什么困境了 那些故事你们是怎么编出来的 好吧 这开头我先那个 回答一下这些二货 好吧 你们有本事来来新加坡 我们来单面 好吧 你要跟我一起赌也行 你要来看我的生活 然后你再去编故事 好吗 那么 我总结这一句话 我就告诉大家 我目前是金沙赌产里面 仅有的 我认为仅有几个人在赢钱 几百个人吧 我估计都没有几百个人 大概也就百来一个人吧 我是仅有的赢钱的几个 为什么很简单啊 金沙的会员卡 可以去机器上面去刷 看你的盈利的情况 当然了 它是估算的 它不是精准的 它是估算的 那么估算的话 它也八九不离十嘛 对吧 或者说七八不离九吧 对不对 你可以来 你谁敢跟我打赌 来 我就刷出来给你看 或者你到新加坡来 我在机器上面刷 你公然赌多少钱 你看我在这输钱还是赢钱 你看我在这里 是不是困境到什么地步了 好吧 这些都是扯鸡巴蛋的事 我们就不扯了 好吧 真的叫扯鸡巴蛋 你看我要 白白花几分钟 在这扯这些事情 所以说你们那些留言的二货 二逼们呢 就给我歇一歇 好吧 那么我就第一个呢 我就先回答上一个视频 以及观众群里面的一个问题 我上一次呢 我提到这么一件事 就是说我认为赌产 我是首先啊 是通过一篇文章 我们看到了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有讲 就是说赌产 特别是金沙 聘请了美国的一个大数据专家 专门为他分析用户行为 就是赌客的行为 并且呢 根据这个赌客的行为的这个大数据 来设计排路 那么很多人呢就质疑 是不大可能的 第一质疑这个是做不到的 第二质疑说如果他这么做 是不是在作弊 那么监管部门 还有他们什么博彩协会 这些难道就睁之眼闭之眼 不干预吗 那么就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 因为我不是这个从业者 我也没资格 从这个法律法规上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常理上面来讲这个问题 我现在没带啊 我们就讲啊 比如说啊 我和你两人对赌 我现在我做专 我让你猜猜什么呢 猜一个硬币 我们比如说啊 猜一个硬币 那么这个硬币 现在由我 放在左手还是右手 由你来猜 我请问你 我现在放在左手也好 放在右手也好 啊 是我设计的 由你来猜 我算不算作弊 肯定不算嘛 对不对 这肯定不算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嘛 那么赌场也是一样的 赌场只要 不在 过程当中改变 什么叫过程当中改变 就是说 我现在明明放在左手的 当你拆左手的时候 我用一个作弊的手法把它放到右手 那么这就要在过程当中作弊 它只要不在过程当中作弊 它提前把这个牌录设计好 安排好 不为作弊 好吧 这就是我回答的这个 上一集视频里面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样做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呢 它就破坏了我们摆家乐这个游戏的 随机性的这个属性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给 我是这么看的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的一个开端 或者说一个一个例子 因为大数据有很多 其实我们是没感受到的 但是赌产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比较多 那我现在已经看到了 它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些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游戏的这个认识啊 它的属性已经变了嘛 那我们的思维也 也应该就是说随着它而变化 那么这种人工智能 大数据人工智能 一旦大面积应用之后 我相信它好处肯定是很多啊 但是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人类的生活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感叹一下 我认为它的副作用就是 将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偏离自然性 因为随机性其实就是一种自然性嘛 并且呢我们未来的双方呢 就是形成了一个 就是说你掌握大数据 掌握人工智能 它就是一个控制方 我们呢就是变成了一个是被控制方 也就是说他们掌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 他们就是权力方 那么我个人认为 人类最终 就被这个权力方和主导方 让我们很悲哀的被控制 而权力方和控制方 由于他们的权力过大 最终他们会失控 所以说我对这个人工大智能这个未来的这个前景 其实我是担忧比这个 担忧是比较多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读百家乐一样的 你现在已经是没有 已经不是以前的百家乐了 特别是在竞杀 那么从这里呢我再衍生一个话题 就是说 那个小燕姐聊赌场 我们以前就聊过 当然了我们聊不是说这种对话 而是说她在她的视频里面讲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讲 我在她的视频留言 她在我的视频留言 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呢像金沙集团这样的呢 就我再重复一遍啊 我就想把我这个全部讲明白 我认为呢像金沙集团这样 他旗下世界各地有那么多赌产的 这样的集团公司 他独立聘请的数学家团队 大数据专家 他是不可能把他的数据拿来去跟别 别的赌产分享的 如果他去分享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他的竞争优势何在呢 以及他的盈利的核心竞争力又何在呢 对吧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好吧 我只是说想把我这些观点呢 给大家多表达一点 好吧 对错 大家自己去判断 好吧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就质疑了 就是说赌场真的可以设置陷阱 牌路陷阱吗 他是怎么设置的呢 明明我们每一副牌 首先就是说特别是在贵宾厅 包括澳门这些赌场 他首先是 允许我们赌客去切牌的 那么切了牌之后 八副牌、十副牌、六副牌 他就要倒一下 倒完了之后 他还要烧牌 诶 他是如何能做到 他设计的牌路 仍然能完整的 这个 就是发出来 从牌路上面我们看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陷阱牌路 他就这样出来了 他是如何做到的 这一点咱们老老实实说 肥瘫曾经有一个视频 专门讲的这个 说实话呢 讲的不错 这个 肥瘫的这个 我是要赞同的 但是呢 它背后究竟是什么原理 目前没有人把它说明白 我也没把它想明白 但是 从现象来看 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牛 好吧 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那么这里面呢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有他的一套数学的逻辑 好 好 那么呢 由此 我就要给大家提出一个观点来了 就是说 以前啊 我们 在设计策略和打牌的时候 我们叫什么 叫看路 我们叫看路打 对不对 啊 你信你的路 我信我的路 你有大路 我有下山路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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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管 那 可是今天 由于 独产使用了 这样的 手段 我刚才讲 百家乐的属性已经改变了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再重复一遍 百家乐的属性 已经改变了 今天的百家乐 已经不是 两年前 五年前 十年前的百家乐了 这个 我是要特别特别 跟大家 要 讲这么一个观点的 那么也就是说啊 你以前要看路 今天 我要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 你要用模块的方式来看它了 也就是说 每一个模块 就是一个陷阱 当然了 它同时一定也会有 那种真正的随机性的牌给你 甚至还设计好路给你 就是我们喜欢的路给你 比如说长龙啊 长单跳啊 长的啪啪莲啊 非常规整的这个 这个两番一厅啊 三番一厅啊 逢三就跳啊 逢四就跳啊 等等等等 这些规范的 这种 这种 我们喜欢的 甚至是让你赢大钱的这种路 偶尔它仍然会给你 可是现在就变成什么呢 以前呢 是随机性出现的 现在是给你设计出来的 那么 由于它有这个设计 把控能力 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变成了由 由 随它的性质来了 它愿意给你这种陷阱 就陷阱 它愿意给你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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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它来 由它来决定了 很可悲 也就是说 我们赌客很可悲 那么 我相信呢 我们赌客 对这个 变化的适应 我个人认为啊 第一 大家需要时间 第二 很多人甚至 要交不少 门票和过路费 门票和学费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就已经交了不少嘛 对吧 好 那么呢 我 我重申一下 我刚才的观点 就是说 现在 大家已经不是 用看路的方式来打牌了 而是用模块的方式 好吧 那么 那么 那么我们讲这个陷阱呢 好 我就直接讲吧 就说 我们现在又延伸出第二 又一个问题出来了 就你应该如何应对呢 面对这种陷阱排落 你看啊 在赌客 我们赌客的眼里和心里 好路 就是一种规律 对吧 烂路 乱路 就是无规律 那么也就是说 无规律 就是乱路的规律 对吧 这句话呢 纯属是 纯属 我说这句话呢 纯属是在玩文字游戏 因为这种话说起来很好听 哎呦 像绕口令一样的 像送口溜一样的 但是 事实上 它对我们的实战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用的 因为实战 讲究的是什么 精准 讲究的是精准 或者 它需要你在 一段模糊的 比如说你连打三注五注 或者说 你总共在打的三注五注当中 在这个模糊的当中 你有一个胜率 这样你才能赢钱嘛 对不对 第一就是精准嘛 第二 那如果说我没办法精准 那我怎么办 我只能说 我能不能在三注里面赢两注 五注里面赢三注 甚至赢四注 就是 把胜率提高嘛 你打牌无外户 你打牌无外户也就是这么回事嘛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看路嘛 我们要等嘛 或者说等路嘛 或者说 我们要去切入嘛 对不对 好 第二 那么 现在我们讲 在这个陷阱排路当中 你如何做到精准呢 你如何做到这个 我们讲 在模糊中寻求高胜率呢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要 要研究的方向嘛 或者说我们这个 研究讨论 最终实战要拿出来的方案嘛 对吧 其他说的都是废话 最终全部都聚焦在这一块的 我如何赢钱嘛 我们说来说去说 一切都是如何赢钱嘛 那么呢 我们的群组里面呢 就有一些朋友 多些观众朋友啊 就提出这么一个思路 说 好像啊 是不是我们少下注 就可以提高胜率 包括有一些赌神 在视频里面也是这么说 少下注就可以提高你的胜率 这简直就是一个 反逻辑的思维 少下注跟你的胜率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就跟那句话说的一样呢 不赌就为赢 不输就为赢 这些话说的真的是 我都懒得去讨论这种话 那么你少下注 就可以提高胜率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你通过少下注 就已经找到了一种 一种赢钱的方法 好吧 所以这句话我也不想讨论了 大家就是说有脑子的 大家要自己去 去分辨一下这句话 那么这句话呢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我总体来批评这句话的话 我是这么来批评的 但是呢 咱们不得不说呢 这句话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但是呢 它不够完备 它如何的不够完备呢 我就直接讲我们的 我就从我下面的描述里面 我就来说一下 就说 你确实要扫下注 但是这个扫下注 它的意义何在 好 我现在就直接讲我观察的 和实战的 这种 这种 我的一些 我的一些 我看到的一些东西 和我想到的一些东西 好吧 如果你在赌场里面啊 你一直观察 你观察这些牌路 你会就会发现 就说你带着赌场的视角 就赌场它是如何 根据我们 这个赌客的习惯 和一贯的 这些下注的行为模式 它反过来设计我们 它就跟我反过来嘛 那么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赌场视角 呃 我们有一位观众留言 哇 他也是用 他提醒我 说啊 那个凯莉 你去打的时候 多想一想赌场的视角 哎呀 我觉得这哥们 这两个字 不这个词 赌场 赌场视角 这个词它一冒出来 咱们说心里话 这就是一个行家 这就是一个有 系统性思维的行家 好吧 那我就讲啊 我们在赌场里面 我们看这些 我们就看这些 所谓的这个 这个 陷阱的排路 大家会发现 这些陷阱排路 确实是有规律 确实是有规律 那我上次 我也跟大家讲了 单跳 跳两颗 又跳了一颗 第三颗出来 第四颗 哎 信号出来了 它有几种情况 一 信号给你出来 就三颗 第四颗是你打 切入了这个信号嘛 嘣 就给你断掉 还有一种情况是 给你一颗就断掉 那么有的人就说 哎 这本身就是随机性 可是我告诉你 这不是随机性 好吧 随机性有这种情况 排路设计也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 如果是随机性的话 为什么逢三就断呢 为什么逢四就断呢 是大面积的 几十张台桌 里面大面积的这么出现 这还能叫随机性吗 对吧 有的人说 你凯利故动全息 凡是认为我故动全息的 你们赶紧离开 好吧 我根本不需要跟你们讨论 我只需要跟 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朋友 提醒我用赌产视角来赌 我希望我跟这一对朋友 我们来做交流做转讨 好吧 你们那些一开口闭口 二逼惑 一开口闭口 就说我故动全息 我是骗子 我求你们走 你们他妈的吃饱了 没事干 怎么我一说又扯到这些人身上的呢 好 我们就讲 你从赌产的视角 你来看的时候呢 你又发现 哇 他确确实实是有规律的 他反赌客的行为模式的规律 你呢 如果经过大量的观察之后啊 你会发现 第一真实存在 第二 重复出现 这就有意思了 他重复出现就有意思了 那么你说他重复出现 照道理讲的话 我就应该比较容易把握他 可是问题又来了 我上次视频也讲了 他是有几套逻辑 他几套逻辑里面呢 我刚才讲三颗段四颗段 啪啪脸也是的 三个段 两房一厅也是这样的 那么他几套逻辑之后呢 他再给你在几套逻辑里面 再加随机性 也就是说陷阱再加陷阱逻辑的随机性 随机这个放出来 那么你从精准度上面 你就非常难把握 很难把握 因为几套逻辑随机运行 几套陷阱随机运行 也就是说比如说 我现在在山里面 山里面 我是一头蓝 然后呢 他们给这个蓝设下了陷阱 它有坑 有屎棒子 有碗 各种各样的 他给你几套 而不是说我只躲过这一个坑就行了 你躲过这个坑 你可能 碰到那根设计的 就是说你把那个线一碰 就一根键设上来 这就是一种陷阱 对吧 还有你碰到一个什么 前面一个铁笼子 往下面一砸 把你关在里面 各种各样的这种陷阱 就陷阱不仅仅是地面的 它是立体的 我认为赌场的排路也是这样的 好吧 好了 那么我们要开始在点上面 就要寻求精准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我们被它的这个随机性 陷阱的随机性 会被把它吃掉 所以我说啊 这些数学家的这个大脑加大数据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休息一会儿 我休息一会儿 我有点讲不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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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